Google 試算表的協入 那我們在 翻例檔這邊 我們會有一個翻例檔在這裡 我們已經把 Squibber 寫好了 這個Squibber 寫好了 方便你後面比較好去做 不用去改這些 這些Squibber 對一些人可能有難度 好 那你要做的動作 第一個 把這個建立副本 開啟我們的四川表之後 請你 建立副本 這邊會問你在哪裡 那你點進去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的雲端硬碟 然後檔名給他 比方說我這邊給他加註 1101127 今天的日期好了 IoT好了 好 確定 那你就有一個相同的 一模一樣的 視算表 那這個IoT就沒有用 那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IoT 接下來我們要做的事情是在 工具 抱歉是擴充功能裡面的 Appsquibber 那我們先要把我們這一個檔案的 ID 從D斜線後面 到這邊這個是ID 請你把它複製起來 MARK右鍵複製 複製起來 在擴充功能裡面的 Appsquibber裡面 你只要把這個ID改掉 這個ID改掉 ID改掉 記得存檔 儲存作業 然後按部署 新增部署作業 把它部署一次 然後這邊說明我們就用 1127 0個好了 所有人 部署 要授予存取權 給誰 給你自己的帳戶 然後 請你選 進階 然後 前往不安全 然後 允許 允許 然後你的 沒有可能會收到一封 類似 警告訊息說 有人 會嘗試去存取 你這個檔案 這是 必須的啦 因為我們用的是 瀏覽器 去存取 我們Google 視算表 好 這樣就做完了 做完了 那我們還要需要一個 就是 剛才 要 複製起來 你管理部署作業 好 這裡 我們發佈的網運運程式 防止這個 要把它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 複製起來之後 那我們就回到我們的 OSEP script裡面 那我們就可以 把網址貼上來 我們 把擴充套件拉起來 我們會用到的是 這一個網址 這三個 寫入欄位 那你能寫入多少呢 我們這個 試算表 可以寫入的欄位是 7個 7個欄位 那欄位就請你用 C1 C2 C3 C4 C5 C6 C7 這必須一樣 跟我們script裡面的欄位一樣 然後這個值就隨便你給了 你需要給的值 那我們現在給的是教室 然後 OOPPP KK 好我們執行 我們再回來這邊看有沒有寫進來 好這邊有 已經寫進來了 你不相信我們再把它刪掉好了 它會自動補進來刪除 好現在是空的 我們再回到這裡 我們把教室改成 操場 好這邊的值 比方說我們空氣的溫度是 35度好了 濕度是89 這邊隨便你給 就看你給的值是什麼 那我們這邊給它改成 77 88 99 100 我們把它寫入 執行後寫入 我們回來看有沒有操場 33 77 88 99 這樣就可以 把我們的 IoT上的資料 你可以經由 Arduino或各種 開放音體 的感應器的值 把它 塞進這裡 它就可以寫入了 寫入了 你說要怎麼讀呢 我們想把它讀出來的時候 你就 我們事實上還蠻容易的 就是你只要共用 取得共用連結 複製連結 這個 知道連結使用者可以 看就好 只要能看就好 我們要複製這個連結 那回到我們的這邊 從Google 試算表中 取得資料 Ctrl加V 貼上 這個分享的 那讀出來的資料會在我們的 審資料裡面 目前是沒有 沒有 我們讀取 這邊時間資料 就值就寫不出來 這樣就可以 讀 可以讀 可以寫 寫入我們的 Google 試算表 也可以讀出來 那就可以 可讀可寫 就可以把我們資料 上傳到 Google 試算表 也可以 從它上面讀出來 好 好 好